杀青的路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有那么多可以杀青的路 我感觉我走了最难的一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让我们有请上陆乐莹 中国女星贾玲自导自演的作品《热拉滚烫》 在春简上映叫好又叫做 票房更是突破30亿人民币 而她为了这部电影成功减去50公斤 这顿难熬的20个月 也被贾玲拍摄成幕后纪录片 并在今天免费公开 《热拉滚烫幕后纪录片》 《我只活一次》 分配以冒险 腿变 冲刺 拳手 四级行事 带领着观众感受贾玲除了为电影创作 也勇敢开启人生的下半场 她更在片中泪洒杀青现场 杀青的路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有那么多拍电影的方式 我感觉我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有那么多可以杀青的路 我感觉我走了最难的一条 真情流露的画面普攻后 也让粉丝们赞看她的毅力 纷纷表示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